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同学的业障之几杯 想帮同学问 01年属蛇的 他想问他的身体 几几年属蛇的 01年属蛇的 01年是吧 是的 师父 好 这小孩子想看什么 身体 这个孩子我告诉你啊 有一点点自闭症 不愿意跟人家接触 喜欢一个人关在房间里 对 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人很乖 人很好 就是不愿意跟人家一起 然后呢 自己心呢 有一点点呢 怕 什么事情都不干 出去跟人家多接触 明白了吗 尤其 尤其到了晚上 他就更不愿意出去了 因为晚上 他可能会感觉到 家里有一些 不好的东西 气场 好像耳朵里会听到一点声音啦 或者听见一些门 响一下啦 对的 师父 同学说他晚上经常头痛 睡不着觉 嗯 你要叫他念大悲咒 每天睡觉之前 念七遍大悲咒 明白吗 明白 小弟啊 我告诉你 台长救救你这种 自闭症 容易得不得了 你念五十六张小房子 放生八十条鱼 这是我开出来最少的一次的 然后这个小孩子 要叫他晚上 房间里开一个大悲咒 轻轻地放 这个孩子很快 他现在精神上 没什么问题 只是有一些闪铃在他身上 因为他的家里 曾经请了一些乌师 给他们家里挂了一些符咒 对 符咒 你要叫你爸爸妈妈把那些符咒拿走 好吗 念大悲咒 小弟没问题的 像他这种孩子 身上有灵性的孩子 他看得见台长身上有没有光的 他应该看得见 有一点 因为凡是有一些自闭症 忧郁症的人 他实际上跟灵性都有关系的 所以他要好好念经 没有问题的 这个孩子我要救救他很容易 白天多晒晒太阳 晚上多念念大悲咒 很快就会好了 好吗 好了 师傅 他想问 他要读大学的在印尼好 还是在新加坡好 我看看 他几几年数什么的 01年数十的 其实他已经报了 报了新加坡了 对 太阳厉害吧 我告诉你 你让他到新加坡去读两年 两年 到两年半之后 他有可能会回印尼 但是先让他在新加坡去读两年 你让他去参加我们新加坡的工修会 好好地做功德 他什么都不要担心的 我们工修会的人都会帮助他的 他是个好孩子 目前很干净 谢谢 好不好啊 好好学点国语了 印尼文也要好好学 国语也要好好学 要为中国和印尼的友好 做出贡献 他说 他说怎样才能 去除他的坏习惯 他每天经常玩游戏机 玩到24小时都不想睡觉 怎样才能去除他的毛病 他毛病啊 没人管 念经之后就有菩萨管了 天天给我念经 你一玩游戏了 眼睛就会痛 手就会酸 菩萨就不让你再玩了 听得懂吗 两星期之后 你就慢慢地会减少 一半以上的玩游戏机的时候了 你再这样下去 你就没出息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谁来养你啊 玩游戏机能赚钱吗 好了 好好念经啦 吃素 吃不吃素啊 不 我叫你吃素 吃不吃啊 吃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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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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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